找代课 不小心找了个男生 点到我的名字时 他响亮的喊了声道 老是疑惑 陆佳妍怎么变成男的了 男生一正 灵机一动 其实我是他男朋友 他生病了 特意让我过来录课 他病好后要补课 全班哗然 第一排 断星站站起来 朝男生礼貌一汗手 皮笑肉不笑 不好意思 我才是陆佳妍的男朋友 请问你是谁 故事开始 断星站是计算机系的风云人物 我是挂科边缘的小透明 一个月没见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佳妍 你再不务正业 将来只会烂在你里 说这话时 他频繁地看了三次表 好像跟我在一起的每一秒 都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我点点头 平静道 我就是个烂人 配不上你 分手吧 为了摆脱他 我请代课男生 假扮男友 成功分手后 他双眼亮晶晶 太好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转正了呀 社友打电话过来时 我已经在画室里 一动不动 坐了十个小时 佳妍 快看校园墙 你火了 你快去和断星站解释一下吧 我动动酸麻的手指 打开校园墙 置顶是一条视频 视频里 老师正在点名 点到我时 一个男生喊了道 老师识破后 他快速灵机一动 假装是我男朋友 还给我立了个热爱学习的人设 没料到 真男朋友现场打假 评论区里一片 哈哈 断系草被养鱼了 笑死 这哥们一看就是代课的 灵机一动 但没想到遇到个有男朋友的 还当场被抓包了 我两眼一黑 调出代课的聊天框 你怎么不说自己是男的 这是门专业课 老师认识学生 但不太熟悉 原本的计划是 让代课女生戴上口罩 做到后排 这样老师大概率认不出来 加了代课好友后 看到微信性别显示是女 我就没多问 但没想到 对方是个男生 对面秒回 对不起 呜呜 我是第一次代课 不熟悉流程 猫猫对手指 JPG 我当时灵机一动 没想到你男朋友在挖 猫猫哭 JPG 我和你男朋友解释了 没造成误会 猫猫可怜 一个月前 我们就因为这是大吵一架 冷战至今 我和断星战是门对门的邻居 一起长大 他从小就是特别自律的狠人 而我散漫成性 别的小朋友自由玩耍时 我却被他逼着做作业 他捧着脸 抿嘴严肃 这里错了 法写十遍 苦不堪言 高中时 断星战申请和我做同桌 每天破数我 你要努力 我们一起去毕大 说这话时 一向清冷稳重的人 红了耳朵 反复强调着我们一起 为了这句话 我没日没夜的努力 两人双双考入 毕大最热门的计算机系 我爸妈感动得热泪盈眶 直言断星战 就是我家祖坟的那缕青烟 要不是他 我就误入企图 自毁前程了 接到通知书那天 所有人都笑隐隐 为我高兴 七月艳阳天 我却如坠冰窟 浑身发抖 因为我亲手抱的所有志愿里 根本没有计算机专业 而我的分数 也远不需要调剂 我只是被人篡改志愿了 大学第一天 我就知道了 自己讨厌写代码 特定的规则和秩序 只会让我感到枯燥 我频繁逃课 偷偷学习画画 不敢让断星战知道 但只包不住火 他得知我逃课是为了去画画室 皱了皱眉 一字一顿 不务正业 语气严厉的像当年的我爸妈 上个月我们大吵一架 不花而散 是因为我提交了转专业的申请 断星战很生气 觉得我太任性了 不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那一刻 我忽然觉得很疲惫 不想再说服他了 我打开断星战的对话框 聊天记录 停留在一个月前 想了想 给他发消息 星星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没有回复 我又发 再猜不出来 就要罚你一个亲亲 一个小时后 好吧 就知道你为了亲亲 故意猜不出来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我们吃饭庆祝一下吧 星星在哪啊 我去找你捏 我有些郁闷 和好的意图这么明显了 他怎么还不理我呢 右手吃饭 左手不断地向上滑对话框 等着断星战回复 食堂网不好 我怕消息延迟 没有及时看到消息 饭吃了一个多小时 对面始终没有回音 又问了断星战的摄友 得知他在实验室 我到时 他正在特视bug 眉目低垂 安静专注 我用力地挥了挥手 星星 断星战闻声 飞快地丑了我一眼 随后将头扭到一边去 洋装无意 你来干什么 我抱住他的手臂 猛地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星星 别生气了 我错了 好不好吗 他的耳朵泛起浅粉色 刚刚的清冷 如鸡血般消融 变成冬日清晨的阳光 嗯 错哪了 我们去吃饭吧 你都有黑眼圈了 又通消息代码了吧 肯定没顾上吃饭 我试图转移话题 说实话 我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断星战恢复了面无表情 打扰一下两位 现在还不能吃饭哦 我转过头 是苏妙妙 经常和断星战组队参加比赛 他冲我歉意的一笑 有个重要比赛 就要到截止时间了 我和断星战需要赶一下代码 不好意思啊 他不能陪你吃饭了 我叫了外卖 马上就要到了 你也要留下一起吃吗 他语气里有种隐隐的傲慢 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但断星战和我说过 这个比赛对他很重要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星星 那等你不忙了 我再找你一起吃饭 断星战淡淡地N了一声 苏妙妙笑道 那就不送你了 关上门前的最后一幕 是断星战和苏妙妙凑在一起 认真讨论代码的样子 我心里忽然酸酸的 断星战好像真的很忙 自那天实验室告别后 又过了一个月 他一直没有给我发过消息 听他社友说 他经常睡在实验室里 上大学以来 他总是这样忙 忙到没有时间回复我 更没有时间主动找我 这一个月里 我沉迷于画画 没有主动找他 结果就是 我们一句话都没说 难以想象 我们居然是同一个专业的 但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忙于计点科研竞赛 我忙于逃课画画 他拿奖拿到手软 成为计算机器的风云人物 我在挂科边缘徘徊 成为辅导员的重点关注对象 是什么时候 我们开始疏远的呢 我主动给断星战打了电话 等待接通时 微信群里谈出一条消息 我随手点开 是社友转发的报道 讲了断星战和苏妙妙参加的比赛 获了一等奖 照片上 两个人站在领奖台上 意气风发 看起来很般配 社友爱特我 你男朋友好厉害 我还没回复 又谈出一条推送 学霸情侣双双保盐 我用力的点了 不喜欢 减少推送 心里却止不住的犯起难过 电话突然接通了 断星战疲惫的嗓音传来 有事 我的思绪还停留在那条推送上 下意识有些委屈 星星 你怎么都不找我呢 我刚刚看到 忙 那 你有时间 和我一起吃顿饭吗 哪里 就去食堂吧 不耽误你太多时间 五点可以吗 嗯 食堂见 嗯 他挂了电话 我在食堂门口 等了一小时21 待客附赠真男友99144分钟后 断星战他这夜色姗姗来迟 抱歉 临时出了点问题 我张了张嘴 想问 为什么你不能发消息告诉我一下呢 但没有问出口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饭 我不想扫兴 我去排队买麻辣烫 他去买米饭套餐 他常吃这个 因为不用排队 而且吃起来快 像他这种学霸 连吃饭都觉得是浪费时间 我端着麻辣烫过来试 他已经吃了一半 看到我的麻辣烫 他皱了皱眉 但没有说什么 麻辣烫有些烫 我仔细地把香菜和葱挑出来 余光里看到断星战台湾 看了一眼表 第一次看表 我心里默默计数 这是他的习惯 从高中就开始了 看表计算一顿饭 已经吃了多长时间 他吃完时 又看了一眼 我装作没有看到断星战 焦躁不安的神情 开心地和他分享 星星 最近学校里举办了一个小画展 虽然我不是科班出身 但我的话入选了 我特别话没说完 他台湾看了第三次表 就好像 跟我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都是在浪费他的宝贵时间 佳言 你再不务正业 将来只会烂在你里 一个月没见面 这是断星战主动说的第一句话 没想到是这个 我咽下嘴里的饭 抬眸 平静地看着他 你说得对 我就是个烂人 配不上你 分手吧 我想了很久 我和断星战的性格相差太多 他正经严肃 不惜我的幼稚撒娇 他追求的秩序稳定 恰恰是我最讨厌的 我厌恶他擅长的代码 他轻视我对画画的热忱 甚至连口味都如此不一样 我无辣不欢 他偏爱清淡 或许 苏妙妙和他才是一类人 断星战紧皱的眉 始终没有松开过 我是为了你好 又是这句 他总是喜欢清清冷冷地说一句 我是为了你好 显得我多么无理取闹一样 你冷静一下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断星战没在看我 直接起身离开 我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尽头 低下头 接着吃麻辣烫 吃着吃着 呼得掉了眼泪 我手忙脚乱地拿纸来擦 眼泪却越擦越多 回到画室 我的画板像是垃圾一样 被丢在走网里 几张画都被踩了黑脚印 好不容易忍住的眼泪又差点掉出来 我捡起地上的东西 抹掉上面的灰 又将画板搬进了画室 我打算在这里待一晚 趁着还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时 赶紧画一张 刚刚落笔时 保安走了进来 一脸嫌恶 怎么又是你 赶紧走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画室有规定 如果有学生做画的话 保安就需要一直指手 因宿舍定时断电 我常常来这里通宵 每次来时 这个保安都面色不悦 大声嘟囔 好烦啊 又耽误别人下班时间 后来他得知 我不是会画系的学生 就不让我进画室了 我只好避开他 没想到今晚是他指手 男保安今晚心情似乎很糟糕 直接上手拽我的画板 我好生好气 想要说服他 画室没有禁止非专业学生入内 而且我马上就转到这个专业了 麻烦您通融一下 您可以直接离开 不必指手 他冷笑一声 我说不行就不行 这里归我管 你一个学生还敢不听我的 赶紧离开 我不走 我坐在地上 死死地抱住我的画板 心里满是愤怒 爸妈不让我画画 断星站不让 保安也不让 除了我自己 没有任何人支持我 好难啊 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争执中 正巧一位女老师经过 文声进来 怎么了 我认出了他 是我最近蹭课的主讲老师 男保安立即变脸 一脸为难道 安老师 我正准备走呢 看到画室的灯亮了 我就想到 最近有孩子说 画室里老丢东西 哎呀 我就琢磨 是不是小偷 一进来就看到 这个女学生 抱着画板不撒手 我要带她去保卫科 她不走 画室里有监控 能证明我的清白 但保安可以改口说 误会我了 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但一旦传出 我是小偷的谣言 即使被澄清 人们也不会关注 所谓的真相 只会将我拒之门外 我气到浑身发抖 你胡说 保安列子一笑 神情挑衅 安老师将目光转向我 良久 她紧皱的眉梳展开 是你 安老师将我从地上拉起来 递了张纸巾 柔和地看着我 你是上我课 做第一排的那个外系学生吧 我相信你 刚刚的愤怒 化成了委屈 顺着脸低在地上 好丢脸 一天之内哭了两次 她扫了一眼 被踩了黑脚印的话 立即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小张 这是我的学生 是我让他来这儿的 明白 保安的脸 在老师刚刚说出 是你的时候 已然变得惨白 此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一个劲的点头 肆意地画起来 熬了一宿 天光大亮 我打着哈欠 朝楼下包子铺走去 忽然感觉有毛茸茸的东西 在蹭我的腿 低头一看 是一只橘猫 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 猫猫抬头喵喵几声 又要走过来蹭我的腿 我再次躲开 你好狠的心啊 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生 向我走来 两手插在兜里 整个人挺把笔直 他这么可爱 你竟然能忍住不摸他 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我面带犹豫 他随意地蹭下来 朝着猫猫伸出手 手指修长白皙 指节分明 很漂亮的一双手 猫猫盯着他 两久 一甩尾巴 扭着头不理人 风衣男凑近 想要摸他的耳朵 只见猫猫亮出指甲 呲牙咧嘴 我也蹲下来 还没伸手 猫猫就走过来 温顺地蹭我 风衣男 他一脸忧怨 怎么会这样 我可是为了他两年 两年了他都不肯让我摸一下 你为了他什么好吃的了 我一脸疑惑 实不相瞒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只猫猫 我试着伸手摸了摸猫猫的耳朵 软软的 热热的 我从小就招猫猫喜欢 以前一直想养一直来着 但被爸妈骂不务正业 心思不再学习上 渐渐的 也就不再想这件事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这么招猫喜欢 风衣男 该死的羡慕 诺诺是社团里最高冷的猫了 我们为了他的青睐 争破了头 没想到栽在了你手上 我是爱猫社团的社长 男生双手核实 能拜托你以后 和我一起喂诺诺吗 他真的很喜欢你 如果你喂的话 他一定会好好吃饭的 原来他叫诺诺 还是只不爱吃饭的高冷猫猫 我点点头 好 那加个好友吧 扫了对方递过来的二维码 跳转的页面不是添加到通讯录 而是发消息 这说明我俩家不好友了 你就是那个代客 我睁大眼睛 一个月前 被老师现场识破后 伪装是我男朋友的代客 男生一正 挠了挠头 啊 好巧 我叫陆明杨 是大二绘画专业的 绘画专业 我眼睛一亮 热忱的自我介绍 学长好 我是陆佳妍 大一计算机专业 前不久提交了转专业申请 幸运的话 下学期就会是绘画专业的一员了 陆明杨一挑眉 嘴角弯出浅浅的弧度 看来我们真有缘 他的神情转而变得落寞 我一直想请你吃饭道歉 但你始终没有回复我 陆明杨给我发过几次消息 我嫌烦就把它屏蔽了 那我们现在去吃 我刚好有问题 想问学长 好 我知道一家餐厅 好吃到剁脚 我笑了笑 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形容餐厅 还挺有趣的 陆明杨的推荐果然好吃 我萌萌炫了三碗米饭 对了 佳妍 陆明杨壮丝无意的问我 既然你男朋友在 为什么还要找待客 我撇撇嘴 我逃客是为了去画画 他不同意 陆明杨挑眉 眉眼里都是遗憾 画画这么好 不懂画画的人有难了 我拼命点头赞同 我看你右手用筷子不太自然 你以前是左撇子 我顿了顿 陆明杨一眼就能看出 和我从小长大的断星战 却不知道我以前是左撇子 是陆明杨心戏 还是断星战 根本不在乎我 我滴滴的恩了一声 小时候喜欢用左手画画 被爸妈说不务正业 硬生生的用棍子将手打出血 强行将左撇子 掰成右撇子 我也答应不再画画 但始终没有放弃 闲暇时就在纸上画 画完后 舍不得扔掉 只好送给同学 同学也不要时 就拿着橡皮一点一点擦干净 报志愿时 虽然不能直接报非法专业 但可以报理论专业 我以为高考后 就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兴奋地报了相关专业 最后却被泼了盆凉水 被录到了计算机器 陆明杨听完我的故事后 神色沉寂下来 满是心疼的开口 你当时一定很疼 很害怕吧 你走到今天 真的很厉害 换我可能就折断在半路了 现在我们长大了 即使所有人阻挡 也决不要放弃 大胆地往前走吧 陆佳妍 当年被打到流血时 我哽着脖子一声不吭 被改掉志愿时 我咬着牙发誓要转专业 当陆明杨说出那句 大胆地往前走吧 陆佳妍 我忽然哭了 心里的盔甲轰然倒塌 这么多年了 我的努力终于有人看到了 早上好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 节日快乐 收到陆明杨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上机器人编乘客 看到国际奥林匹克日七个字时 我会心意笑 这段时间 我和陆明杨逐渐熟人起来 惊奇地发现 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就比如这个 我们都会关注小众节日 我以前总是给断星战发 小众节日祝福 除了觉得有趣外 最重要的是 可以借节日祝福 和他多说说话 没想到陆明杨也有这个小习惯 他还是个爱分享生活的人 每日都与我分享猫猫趣事 和绘画知识 我也配合他为了几次诺诺 陆明杨为了感谢我 指导我画画 忽然被点名 我吓了一跳 慌不迭站起来 将手机扔进书包里 喊了声 道 老师站在台上 语气稀奇而温柔 今天来了 社友通知我 今天上课要讲评时间作业 老李放话了 谁不来 期末直接挂 不得已 我忍痛舍弃了今天的素描课 我以为老师要公开痛斥我逃课 没想到 老师话风一转 陆家言这次做得不错 很可爱的作品 我一正 才看到头皮上正展示着 我的编程机器人 触发关键词 看向段星站 他露出浅浅的笑意 整个人帅得发光 老师不止作业时 我和段星站还在冷战 那时候满心想着和好 就构思出这个抱歉机器人 熬通宵 查教程 请教同学 本来想那天吃饭时 给他一个惊喜 没想到 我直接提了分手 自那以后 段星站再也没联系过我 下课后 段星站朝我走来 我不想和他说话 压低冒言 转身快跑几步 身后传来一阵风声 我的手腕被拉住 你跑什么 我甩开 回头平静地看他 有事 段星站伸出手 机器人呢 我很喜欢 哦 我还以为他要道歉 原来是要我的机器人 我梳理一笑 后退一步 不好意思 那不是给你的 不是我 他皱眉 语气里有一种理所当然 那还能是谁 我烦透了他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直接说 是给我男朋友的 我们已经分手了 段星站 段星站伸出的手将在半空中 神色茫然 像是没反应过来 我没再理他 转身走了 两个人的位置 好像掉转过来了 段星站开始频繁地给我发消息 不回消息的那个人变成了我 佳妍 我是为了你好 别闹了 佳妍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男朋友是怎么回事 你在哪里 你离离我好不好 我想你了 他是谁 是和你一起吃饭的那男生吗 他不是代客吗 你在骗我对不对 我一律没回 顺手把他拉黑了 准备去吃饭时 遇到了段星站 像是在专门等着我 我转身欲走 被身后的人紧紧拽住 松开 陆佳妍 为什么 他的声音在发抖 手也在抖 真稀奇 我还以为 他只会平静地点点头 转身就去忙他的比赛呢 他是谁 段星站的眼眶有些红 看起来很不甘心 我哪里不如他 他这人从小就有分寸感 本以为 说了有男朋友后 便不会与我纠缠 我叹了口气 他支持我画画 段星站好看得眉头皱起来 就因为这个 嗯 就因为这个 我一字一顿 神情认真 从你一次又一次反对我画画 为了实验 抛下我实 我就想明白了 我们三观不同 没必要强行在一起 段星站 我好生好气地劝导 段星站一副我不听的模样 我烦了 纠缠这么长时间 楼道里人都走光了 下午一点半 还有课呢 我可没时间在这里号 台湾看了看表 学着他之前冷漠的语气 我很忙 你别耽误我的时间了 我不明白 段星站究竟在执着什么 几天后 我又一次在门口被他拦住了 他眼帘低垂 神情有几分脆弱 家言 我们只是有些误会 我不想再解释 所以当陆明阳走过来时 我一把拉住他的手 段星站 我有男朋友了 就是他 陆明阳神情短暂地空白了几秒 随后伸出手 嗨 前夫哥 我都不需要我示意 陆明阳无比自然地 牵起了我的手 上午在忙吗 有看到我的消息吗 当时在上课 嗯 记住了 下次不在你的上课时间 给你发消息了 不然影响你上课 我看了你最新的话 进步相当明显 如果能解决色彩层次不清晰的问题 就更棒了 陆明阳耐心地给我讲解 带着我向食堂走去 我听得入迷 也就没有看到 断星站紧摇嘴唇 脸色惨白的模样 走到食堂后 忽然发觉 我和陆明阳一直拉着手 我连忙松开 对不起 冒犯你了 陆明阳浅浅地勾了勾嘴角 怎么回事啊 用完就扔啊 女 朋友 迎着他笑意赢的目光 我有点脸红 刚刚不好意思 我不想和前男友一直纠缠 情急之下就说了自己有男朋友 我能拜托你 假扮我男友吗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奇怪 如果你不愿意 我的话还没说完 陆明阳就干脆地点了头 我愿意 我正住 有些出乎意料 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笑得有些脾气 从代客到代男友啊 也不是不行 只是 我立即是食物的接话 给加钱 你放心 代男友比代客贵 这个我知道的 陆明阳的笑意一将 他伸出修长的手指 靠近我的脸 戳了戳 随后叹了口气 之前我还可怜诺诺呢 没想到 我和诺诺一样 你呀 真是 顿了顿 他说道 我答应了 我不要钱 我要你 陪我画画 我眼中一亮 还有这种好事 有了陆明阳这个男朋友后 段星战收敛了一点 但不多 此时此刻 我们三个人在食堂里 我面无表情地 看着对面的段星战 坐在我右手边的陆明阳 皮笑肉不笑 段同学 能麻烦你换个座位吗 食堂空位多到数不清 段星战非要跟着我们 我们换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陆明阳坐对面 他就自然而然地坐在我旁边 陆明阳坐旁边 他就转站对面 我们特意换了有人的桌子 他就和对方只说 我想坐这里 我不换 话是对着陆明阳 眼睛却固执地看着我 我没理他 低头巴拉饭 仔细地挑出里面的葱 段星战这人最看重时间 他等不了多久 你不吃葱 陆明阳凑过来问我 嗯 真好 我也不爱吃 你还有什么忌口 陆明阳 生葱辣蒜醋将香菜豆芽煎熟番茄 我 比我还挑 于是我俩挑挑拣拣了半个多小时 我拼命细脚慢咽 将这顿饭的时间拉长到四个小时 段星战也不吃饭 直勾勾地盯着我 平时那么没有耐心的人 也一动不动坐了这么久 除了食堂拼桌 段星战还总是来蹲守我 他不知道我要上哪节课 就收集了绘画专业的所有课 一节一节找我 有时候能蹲到我 大多数时候找不到我 找到我后 就跟在我身后 陪着我和陆明阳 从教室到食堂 从画室到诺诺面前 我从一开始的冷漠 到愤怒 再到无动于衷 陆明阳从震惊 到迷惑 再到波澜不惊 如今 他对于假扮我男友这件事 已经得心应手 比如现在 我故意在他面前 抱了抱陆明阳 说 想你 陆明阳无比流畅地回 爱你 并隔着手背 亲了亲我的额头 把段星战 气得原地跺脚 却也无可奈何 我察觉出陆明阳心情不好 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你还真是敏锐 社团里的好几只猫生病了 诺诺也是 但经费不够了 我在想 怎么筹款 之前的文创周边已经卖光了 重新制作售卖 在时间上来不及 只能试试捐款了 但既要吸引人流 又不能引起同学反感 陆明阳妈撒下巴 我在想以什么形式捐款 我灵机一动 悲伤蛙跳舞 他双眼一亮 Queen Card 我们兴奋地讨论起来 段星战皱眉 几次想插话 都没成功 最后 我们拟定出一个活动方案 说得口干舌燥 段星战见缝插针 满脸严肃真诚 悲伤蛙是什么 哇 陆明阳 在遇到陆明阳之前 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 原来 我和段星战 几乎没有共同话题 三天后 食堂门口 陆明阳拍了拍段星战的肩膀 快点 前夫哥 段星战一边嘟嘟囔囔 太幼稚了 一边穿上了悲伤蛙玩偶服 确实 对他来说 这么幼稚的事情 简直是浪费生命 但此刻 36度的天气里 他主动穿上了玩偶服 笨拙地表演着 过路人都哈哈大笑 这个娃娃怎么回事啊 手脚不协调 看起来笨笨的 段星战一着急 摔倒在地上 又呆头呆脑地爬起来 接着跳 而陆明阳就跳得相当好 理三圈外三圈的人 都夸他可爱 活动效果很好 一下午的时间就凑够了钱 橙红色的云扑满天空 晚风吹过 两个人脱下玩偶服 头发湿答答地贴在额头上 衣服都被汗浸透了 在我的印象里 段星战一直是衣着整洁 彬彬有礼 从未有过如此狼狈的时刻 此刻 他一错不错地看着我 神色虔诚而真挚 佳妍 我可以学画画 也能跳舞 陆明阳能做到的事 我也能做到 你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那天傍晚 我拒绝了段星战 他短暂地落寞了一下 随后又当作无事发生 神色自然地跟在我身后 我开始躲他 他找不到我 也找不到陆明阳 就白天黑夜地待在画室 学习画画 不去上课 不去实验室 比赛不要了 宝岩也不要了 苏妙妙找到我时 我才知道 段星战这近乎疯了的举动 陆佳妍 你能不能去劝劝段星战 苏妙妙来回夺步 神色焦急 这个比赛对我宝岩很重要 现在进行大办了 他说不参加就不参加了 我和其他组员的努力 全打水漂了 我容易瞒我 为了宝岩头都熬涂了 天哪 谁知道段星战 是这么不负责的人 看起来人模狗样的 苏妙妙越来越崩溃 靠 我要疯了 你俩能不能先和好 等比完赛再分手 我知道不应该来找你 这样对你不公平 但是我真的求你了解 可怜可怜命苦的宝岩人吧 苏妙妙像是打开了话匣子 从他弃赛这件事开始 又追溯到过往组队比赛的经历 一口气骂了段星战一个小时 语速之快 我插不进一句话 我 原来 苏妙妙喜欢段星战 只是我的错觉 他只是平等地讨厌 所有人和这个世界吧 苏妙妙最后叹了口气 说起这个 还要向你道个歉 那天实验室里 我为了赶进度 不让段星战和你去吃饭 现在想起来 其实挺委屈你的 我也就是憋久了 倒倒苦水 你千万别被我倒得绑架 我笑了笑 我会去找他说清楚的 段星战在画室里 月光洒下来 勾勒出修长漂亮的长影 远远看去 就好像一位忧郁的画家 恍惚间 像是回到了高考后的那个暑假 他也是这样坐在窗边 温柔地看着我 一次一次填报志愿 我轻轻唤他 段星战 他抬起了头 眼睛亮起来 就像是漫天星河 家妍 你来看看我的话怎么样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梁酒 段星战眼里的光逐渐熄灭 神情变得小心翼翼 家妍 怎么了 我叹了口气 段星战 你不必这样 我是自愿的 我只是想知道 被你热烈喜爱了十几年的东西 究竟有什么魅力 值得你抛下一切 他扯了扯嘴角 笑容发苦 哪怕我们十几年的情谊 都不曾让你犹豫过一瞬 哪怕我自私修改了你的轨道 你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奔向他 那年夏天 我提防了爸妈 但唯独没有防他 段星战看到我的志愿后 神情晦涩蓝变 轻轻开口问我 家妍 和我学计算机 不好吗 我当时沉浸在 对新生活的期待中 开玩笑地敷衍过去 他沉默在月色里 没再开口 录取通知书发下来后 我才明白 他当时的沉默 到底意味着什么 家妍 段星战神色脆弱 伸出手想要触碰我 我很早就知道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只是短暂的相交 终有一天 你会离开我的世界 以前 我想让你为我停留 现在 你尽管去追逐自己的月亮 我追逐你 你不必回头 好不好 我轻轻摇摇头 后退一步 避开了他的手 段星战 我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我也不想生活在 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压迫和愧疚之中 即使我将来吃不起饭 租不起房 但至少我不会后悔这次的选择 因为画画的每分每刻 我都是快乐的 同样 你也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我不想看到你为我迁就 画画并不让你快乐 代码才会让你开心 如果我们勉强在一起 你将来有一天后悔呢 你会不会满心愿对 心想 我都是为了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不想看到我们走向这样的结局 所以 我们各自追逐月亮 就是最好的结局 那晚之后 段星战回归了自己的轨道 听苏妙妙说 他们出赛过了 正在准备复赛 我也投入到转专业的准备中 很快 就到了面试这一天 陆明阳亲自送我到教室门口 段星战也来了 推开门的前一瞬间 我回头看他们 陆明阳已靠在窗边 窗外的树影洒下来 分割成明暗两片 他懒洋洋的笑着 陆佳妍 我在绘画专业等你 段星战眉眼平静 陆佳妍 去追逐自己的月亮吧 我支持你 我笑了笑 深吸一口气 推门而入 对我而言 转专业难度很大 我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经过系统训练 只凭着一枪热爱 断断续续坚持了下来 尽管我努力追赶 但还是差了很多 但无论如何 我都要拼尽全力 为自己博一回 五位面试老师 我都非常熟悉 他们的课 我每回都霸占第一排 那日我被保安赶出来 帮助过我的安老师 坐在正中间 他朝我微微一笑 同学 请坐 我坐下 微笑 展现出最饱满的状态 开始自我介绍 流畅地应对他们的提问 这一路虽然艰辛 但好在不是所有人都阻拦我 我成功奔向了自己的月亮 面试十分顺利 结束后 段星战轻轻地抱了抱我 一个温柔礼貌的拥抱 就像是家人一样 再见 他朝我挥了挥手 势然一笑 转身离开 段星战得到了一年 出国交换的名额 很难得 戏里只有两个名额 五个小时后 飞机就要起飞了 陆明阳有些委屈 前男友抱你 我应该拦着吗 不拦的话 显得我们很假 拦的话 我有这个权利吗 毕竟我是假的 我挠了挠头 哦 我们说清楚了 段星战也不缠着我了 你不用假扮了 这段时间忙疯了 都忘记和他说了 陆明阳的委屈 一嗓而空 双眼亮晶晶 太好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转正了 啊 下次亲你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用隔着手背了 等 嗯 完结洒话